我們軍方跟雷神採購的裝備裡面 是否有一筆台幣182億元的 愛國者三型PAC3的飛彈重建建設案 這個建設案的內容主要是不是 所以這182億元後來如何處理 這182億元就是 按照這個 審議通過那如何懲處 應該有懲處吧 恐君要不要 部長好 我們剛才有提到呢 這個美方的雷神採購 但其實我們軍方跟雷神採購的裝備裡面 我想詢問是否有一筆台幣182億元的 愛國者三型PAC3的飛彈重建建設案 這是一個建設案 我想這個建設案的內容主要是不是 可不可以簡單說明 對 簡單說明一下 報告委員 我們這個愛三重建設案主要是愛國者飛彈 它使用10年之後 我們的導引斷件必須做更換 來確保它可以發揮原本的效能 所以它是一個維修飛彈案 維修費用對不對 但是呢根據今天媒體的報導 國防部最早規劃呢 這個採購案本來是 整體的愛國者飛彈採購案是 1791億餘元 那在預定2021年的時候結案 那呢軍售截餘款本來應該要繳庫的 但美方要求182億元 截餘款不要繳庫 那所以呢空軍的這個防空指揮部呢 就擅自跟美方簽發了這個架書 最後呢 以說好買好的飛彈數量沒有買購 用這筆錢來補買 修訂為愛二性能提升 及採購愛三的續購案 以補充原彈藥的不足數 將全案延長到2027年結案 請問是否有此事 這個是不實的 所以今天媒體的報導是不實的消息 從建設案是一個新增案 新增案而且報立法院審議通過 至於愛三的剩餘的決議款 是我們拿來徵購 這個徵購案也經過立法院審議通過 所以兩個事情是不同的 一個是愛三的徵購案是用愛三的剩餘的決議款 然後去徵購 然後另外的這個重建設案 是另外一個新增的一個軍購案 然後這兩個是不同的 沒有沒有將沒有將剩餘的決議款 挪作作重建設案這樣的一個事實存在 或者三型飛彈重建案的182億元 沒有所謂的空軍防炮指揮部先掌後奏 擅自於美方簽約 空軍司令跟國防部長事先不知道 就建案作業的事情 這個程序上的瑕疵是有的 也就是說 有 所以確定有這件事 對 這個當時這個也已經被糾正 被糾正了 那請問後續的 事後補齊了相關的文件之後呢 報立法院立法院也審查通過 所以這182億元後來如何處理 這182億元就是 按照這個相關的程序把它完整之後 報到立法院立法院也審議通過了 審議通過那如何懲處 相關的名單有多少人 應該有懲處啊 空軍有沒有 報告委員這個案子向委員報告 這個案子國防部在一開始出現消息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召開新聞記者會進行說明 那接下來我們也到監察院來進行相關的調查跟詢問 最後的懲處結果是如何的 空軍副司令以下相關人員都受到懲處 好了解 後續我們再按照程序把預算進行編列 那我們希望雷神相關的案子 其實都應該要這個更積極主動的來了解 不然的話每次如果都遇到雷神公司 都出現這樣的情況的話 我想大家是沒有辦法這個能夠理解的 那外界另外也很關注賴總統呢 在八月份的時候在新進將領們看到 三軍統帥沒有立正好像不高興 但其實呢外界說是總統府的一位女性官員 請大家坐下所以導致的誤會 想請問一下部長那位官員是誰 誰請大家坐下的 跟委員報告我當時到場的時候並沒有看到 那其他的新進將領們你沒有去詢問了解這個狀況 請問是誰請大家先坐下來 委員好這個一開始啊就是總統是好意 希望能夠在進任典禮完之後辦一個茶會 然後這個好意呢那個總統府給我們的資訊是 總統府的誰給你的資訊啊 是交際科 交際科的誰啊 他們的一個女性的專員 專員一個專員跟你們講你們就坐下來 他們跟我們協調的是說在一個溫馨的一個場合 然後 沒有嘛我是想問說是誰請你們坐下來 誰告訴你們是一個溫馨的場合 大家可以坐下的 那個專員名字我沒有特別去記 但是 所以是專員的層級他的值等是幾值等的 我想並沒有我的理解並沒有說要如何 因為這個是事先在疑劫的這個溫通上面可能有所不足 所以並沒有說哪個專員就要當時現場在場坐下這樣 我是很疑惑就是說一個專員喔 那他來溝通然後大家就覺得專員講的意見能夠代表總統 那就坐下來了 引發這一系列的誤會 所以請問不是郭亞會發言人也不是辦公室主任陳毅玲 兩位都不是 我想剛剛已經說明了 剛才那個 右邊 那這位知道是誰跟你們溝通的 這兩位都不一樣嗎 報告就是說我們在查位前一個禮拜 前一個禮拜 我們就在跟總統府交際科做一個協調 交際科的哪一位 就是那位專員 我沒有去特別記他名字 然後協調結果就是說那是一個溫馨的場合 所以說我們國防部沒有人進去 總統府交際科也沒有人進去 就是在與會的那31元進任的將官 他們在裡面 然後所以說這個溝通的過程 所以你們一走進去就先坐下了 原本就是坐在裡面等總統 所以說這個裡面的 我們跟總統府這個溝通可能我們有疏失 沒有特別去強調說 總統府進來說要先去 沒有人跟你們說要坐下 大家都先坐在裡面了 然後總統就直接走進來 OK 所以看到總統沒有站起來 不是因為總統府的科員專員 請你們說要坐下 是你們自己決定的 沒有這樣的 就是說沒有這樣的 沒有看到有這樣的事情 OK 所以是你們自己決定的 應該是說雙方對宜臣的這個 第一次辦這個查會 對宜臣的這個進行 或是流程的進行 沒有一個充 跟我跟軍人的這個了解 非常的不一樣 好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更換肌膚老化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燙光清爽高防曬凝露